可是越来越来越问更多的那种整合的东西 整合性的东西 所以不会像过去有一些有争议的 当中我会跟各位提到有一些题目 在过去的看法是这样 现在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会有一些这几个题目 今天我一样会录在YouTube 到时候会去记给大家 各位同学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本 你上网去查就会查到 这个是等于COPE的临床照护指引 因为它里面提到很多现在的一些证据 证据率是多少 哪些是有效没有效 因为考试都会从里面去考 他们出题的老师很喜欢 因为从里面去考就不太会有争议 你很多治疗的一些 现在到什么程度应该做哪些东西 然后用了什么 比如说像气管扩张器 什么LAVA加ICS 会不会比单纯用ICS有效 什么什么 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在指引上面是讲得很清楚 你们去看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比较有效率 我们前面用很短的时间很快速的复习 当然大家就知道 这些东西 这个是国内的guidline里面提到的 所以很多考试也都从里面去出来 所以有时候就只好把它看一看 所以前面的这些slide的东西 大家回去要去看一下 那这几个条件 COPE的病人的这几个条件 呼吸困难咳嗽 这些危险因子 抽烟会考很多 每年就一定会考抽烟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ABCD 那当然从前两年的话 又有多了一个急性恶化的这些 不过基本上ABCD的这些 大家都知道 ABCD的话是根据症状分成左右 有症状没症状 那症状是用CNT去分 或者是用MMRC去分 那上下是根据什么 就是生理上面或者的严重度 比如说肺功能的严重度 所以够的1、2在下面 3、4在上面 那1、2跟3、4呢 就根据上面的这个费功能 所以他很喜欢问说 你这个费功能什么 F1、1百分之多少 每次都写60% 或者40%三十几 最常问的就是 够的2跟3之间 会让你容易混淆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MMRC 因为它的两分三分 所以这个0、1、2、3、4 0、1、2、3、4很常会去问 比如说T2 很常会问说走得比人家慢 其实这几年的问题 大概都是会问 或者就是很严重的 连穿衣服的都很严重 就是MMRC4 不过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如果看前面 它其实MMRC是多少 是0分到1分是A 所以2、3、4分都算是在B 就是A系跟BD的两个区别 所以这几个几乎每一年 一直都会问这个东西 然后在2017年有一个update 就是说实际上其实内容是很类似的 那比方是A、B、T、B 只是说因为有时候废功能 因为有时候病人布置 有做像废功能这些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就会越来越强调 就是说急性恶化的病史 在过去的一年内 有没有恶化 如果0到1次 就算是在底下的A、B 然后两次或两次以上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被它吸低 那在检查方面 大家知道影像 然后这些DL、CO 或者是废功能这些 然后底下的就是动脉抽血的这些 那动脉的这些抽血 主要是跟使用氧气有关系 氧气的治疗 大家如果还记得一下 就是血液率88以上 或者PA CO2 55 都是用55来区分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这个A、B、T、B、D 这个出现的都是以所谓的Penlobular NGC 然后年纪轻的人 跟这个会有关系 然后它是可以治疗的 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改善 那运动测试呢 最常讲的都还是6分钟的运动飞工 那当然这几年呢 很强调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Integrate的scoring 就是混成的分数 那一个很常讲的就是BOD 各位知道BOD哪是个吗 就BMI 然后阻塞HV1的程度 还有6分钟走的距离 还有一些症状就是用MMRC 这个也有考 这个其实也有考 然后再来就是 比较常问的就是COPD跟气管之间的差别 所以这些 那这也很常 后面我们会有题目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 Aerway的这个hyper-responsive disease 实际上COPD的人也会 所以COPD的人并不是 它就没有呼吸道的可逆性 其实COPD的人是可以有的 然后再来呢 稳定期的这个治疗 治疗的话呢 做重点是什么 比如说减低症状跟减低风险 这几个在这几年的改来 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那戒烟是不管哪一个 ABCD哪一种都是一定要戒烟 然后肺部的复健呢 BCD都建议 所以在B的话就建议 就可以开始做复健了 那戒烟是反正A就一定要戒烟 那不管ABCD哪一个 实际上这些疫苗都可以做 疫苗都可以 并不是说AE的话呢 就不要打疫苗 那疫苗当然是流感跟肺炎练球菌 这个两个都 而且同时都可以用 并不是说打一个 另外一个都不能用 那这个治疗上面 因为根据ABCD的这些药物 用药的治疗 这个table是很常会问的 然后再来就是烟瘾的这个 这个的话大概 我们等一下从题目来看 他会有 有时候会问到一些 什么治疗的成功率 然后呢 应该有 不过胃觉 或者这些东西 相关的东西 然后再来这个支气管扩张器 支气管扩张器 这里 COPD呢 就是说 所谓的ICS 就是Inhale Cortical Steroids 对COPD呢 是属于比较 严重一点的 或反复发作的 才是用 它并不是它的 最主要第一线 第一线还是以Pombo Dilator 还是Pombo Dilator 那如果是气喘 就反过来 气喘呢 几乎都是需要用到ICS 好 所以这里呢 这里会有一些 这个都是从该案那边 弄出来的 就是这些 它是A级的证据 就是说 Beta-2 Agonist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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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都优于短效 长效优于短效 然后呢 吸入的优于口服的 简单讲 基本的原则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个 就是类部纯 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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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药物在 在过去 用的不多 其实现在用的也不是那么多 它比较属于 什么时候比较常用 就是最下面那一行 比如说它是比较属于 是 Chronical bronchitis 慢性 就是痰多的 感觉上就是这病人痰多 经常在发炎的这些病人 然后用原来的标准的这些 没有效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用这个 并不是它并不是第一线 直接就用上去的 那氧气 这个 大概 几乎都都会考的 就是说你的 PAO255以下 那或者 Saturation is 88以下 那如果呢 比较轻微的话 那就考虑说有其他的 比如说 Palmary hypertension 其他的周边水肿的 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还有呢 这个 Imagric 就是血比容 55 那55% 这个也都有问过 好 那我们前面很快的提过 我们就直接来快速的来看题目 好 这每年都要 每年一年比一年 要看得越快 越来越快 题目越来越多 好 OK 那 好 与下列何者无关 好 大家知道D不是 长颈不运动导致 这个跟 运动并不是导致它的一个病因 好 那何者错误呢 气道无发炎 它是有发炎的 那这里 这一个可 第二个选项 可伴随气道过度敏感性 hyper response 这是对的 这个在很早期的话 会把它当作 Asthma 是这样 COPD 不会这样 可是现在是这样 所有 airway只要发炎的话 就有可能会 hyper response 所以并不是说这样子就是错 好 然后再来呢 chronic bronchitis 的叙述何者错误 这个是考它的定义 就是应该连续两年 每年有持续三个月 所以它故意问这个 它的定义而已 那BCD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实际上咳血很常见的是 bronchitis就有可能会咳血 然后下面这个呢 COPD的叙述何者错误 主要的症状是慢性咳嗽 痰多不易清楚 这指的是chronic bronchitis 那Ambissima的病人呢 其实痰不见得会很多 咳嗽症状也没那么厉害 它主要是比较明显的是 实际上是氧气的缺氧的问题 因为它气体交换的那个 那个Aveola的部分 做到的破坏比较厉害 其他都是对的 好 那这个呢 就会问两个的比较 那比较呢 实际上 各位就还是要看一下 Azma的话是CD4 然后COPD是CD8 那其他的这些 比如说 神mucoside有增生的现象 这个也对的 然后呢 有neutrophil 也没错 就是大量的neutrophil 造成的很多的蛋白酶 就破坏到肺炮 跟我们的Aveola 那这些黏膜的鲜毛上瓶 被菱状上瓶 其实Aveola在发炎到后来 慢慢都会变成这样 Azma跟COPD都有可能会这样 好 那再来呢 何者正确 这个致病疾痪与过敏性疾痪不同 好 我们可以说这样对 那第一个因为CD8 是CD8 那第二个呢 就是蛋白酶的分泌是增加的 造成发炎 那第一的话 当然是Ostative stress有关 实际上讲COPD是这样 一句话就把COPD讲完 就是COPD的病人跟一般人比起来 对于过氧化物的抗氧化的能力比较差 这样就把COPD讲完了 所以它主要还是一个Ostative stress的问题 再来上面这一题 可逆性的气道阻塞 这几个可逆性的那样的Azma 这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比较一下 底下这个呢 这个何者错误 因为我们知道 当然你看的话 你会知道VCD都是对的 那COPD是不可治愈且无法预防 有人说COPD本来就是会一直变差 不过呢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他说不可治愈无法预防 并不能说他这样子就 就一定这个病一定是不可治愈 因为呢假设一个人他可能会 他抽烟可能会变成COPD 可是他不抽烟呢 他可能活到90岁100岁走掉也不是 他Azma可能会比一般人差会差一点 可是他不是因为他是主要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一个人是没有抽烟的话 即便他 他就很可能他整个Azma 他如果抽烟会变成COPD 可是他只要一开始就不抽烟 或者很早期就戒烟的话 他的非功能的恶化呢 就会到即便他八九十岁 年纪很大之后 他的非功能也是够他用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那所以就这个程度来讲 他只是非功能比较差 我们大概可以说 他也还是不到一个比自己的程度 所以这个是说 你说只要不抽烟的话 是不是可以预防? 可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然后呢 非他的重要发炎细胞 那这个前面就有提到 他是CD8不是CD4 那其他这三个都是 那大家如果有空 可以把底下这些看一看 我在这个题目上面都会贴一些 有一些是说明的话 大家可以把它看一下 因为那不会很多 好 然后关于这个病理变化核者错误 仅影响到小气道不影响到Parenchyma 有啦 这当然有影响 不然你非法就是因为这样破坏的 其他的都是对的 然后再来呢 hyperinflation核者错误 好 这个FRC实际上是增加的 因为他的RV增加 所以你的ERV加RV就是FRC 所以这个ERV增加的不是减少 好 那再来呢 下列核者错误 抽烟约约30% 会出现肺功能快速恶化 其实没有那么多 实际上大概就是15%左右而已 有的Paper会写20 有的写15 差不多就是这个量 所以不是很高 那当然 一般我们在卫教 我们不会先跟病人讲 你直接就抽烟 你只有15% 会得到COPD 那你这样要推广戒烟就很难推了 不过我们会跟他这样讲 因为一个人抽烟 什么时候会变成COPD 其实你不知道 要到五六十岁 你可能临床上才会出现症状 所以一般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讲说 直接就讲说15% 可是实际上真的不高 所以这代表是什么 就是有COPD的病人 他对过氧化物的抵抗力比较差 那不是COPD的病人 他抽烟本身的影响 就没那么高 所以长期期间有多少比例 就10%到15% 那α1-Antitrypcine deficiency 合并 这个MVC码的叙述和错误 第一个这是有家族史的 因为这跟genetic有关系 然后他都在比较年轻 所以大部分在40、50岁就有症状 那当然就CT上来看 有时候低于40岁做HRCT 就可以看到有一件MVC码 然后他可以补充 这个Antitrypcine来治疗 那当然DLCO是最主要 它变差的原因 所以要去看功能的问题 还是看DLCO 好 那这个COPD的 这个pastal genesis 何者错误 好 他这里指的就是 第一个的选项 应该讲的是MVC码有关 不是Chronic Bronchitis 可是他如果讲都是 跟COPD有关 那就可以算对 那当然BCD 那这三个都是对的 好 那可能自病急转何者错误 病毒感染 目前还没有证据说 是造成COPD主要的原因 所以目前APC都对 然后呢 不是他的常见危险因子 长时间使用氧气 不是 不过你说 长时间使用高浓度氧气 可能就会肺部的纤维化 可是不是造成COPD的 常见危险因子 好 那再来这个是什么 细胞外的 matrix 这个 这个 那实际上 这个有一个 我们常常把它叫做 MMP多少 MMP MMP9 MMP12 12的话 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种 protease 这是造成呢 肺部的这些 肺泡或者AOA 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就要选择 就是matrix methaloprotease 这个 这个东西是 今年是没有考 不过之前有研究认为呢 这个 尤其是MMP9 跟COPD的病人 变成 就是他的所谓 骨质疏众的影响呢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 如果有问到其他这些东西的话 反正要选的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matrix methaloprotease 然后呢 COPD最重要的危险因子 大概是抽烟 各位要看 可能里面呢 不管怎么选 只要有抽烟的关系 就是选抽烟 对 因为抽烟是在考太多了 那何者错误 戒烟可以增进慢性费功能 这个的肺功能 这个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戒烟可不可以增进他的费功能 我们指的是 他不能增进 他只是减少他恶化的速度 跟一般没有抽烟的人一样 而且是要一段时间 戒烟一段时间 所以他并不是说戒烟之后 费功能就会进步起来 其实不是 那只是戒烟之后呢 跟人家恶化的速度一样慢而已 哪有抽烟会比较快 然后再来 何者不是使用 per-step的生理症 这个减少 大家都知道 anatomical dead space 是不会改变的 然后呢 这里我们提两个slide 来比较就是说 一个叫做 Penlobular fc 然后呢 下一个是叫做Sentrylobular 这个lobular是以肺小液来看的 不是整个肺液 我们右边三个肺液 左边两个肺液 他指的是 不是lobular 是lobular lobular指的就是说 我们在CG上面 可以看得到 有一些界线的小小的 那小小的指的是什么 所以Penlobular指的是 整个肺小液的破坏 这破坏就是说 这大部分是什么 他比较是 比如说这个protein造成了肺泡的破坏 或者是chemical injury 可能是一些有害气体的破坏 所以呢 他就是破坏而已 他的regeneration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injury之后 肺泡破坏之后呢 就不怎么长 不怎么恢复的时候 那个地方 气体交换的功能就失去了 可是呢 他的small airway的发炎不厉害 所以你看他的肺功能 他的FVC 并不会太差 你用力吹 你的肺活量不是太差 不是太差 可是呢 你再在吹的时候 那回坛的力量其实比较差 所以你会发现呢 FVV1比上FVC的这个比值是蛮低的 可是FVC并不会太差 然后另外一种就不一样了 另外一种就是什么 抽烟 或者是呢 其他的这些环境的很多铺路 它造成是严重的发炎 严重的发炎就是small airway 就变得很狭窄 可是他的肺泡的破坏没那么厉害 那这样的话呢 空气吐出来 吸饱的时候要吐出来 不容易吐出来 所以他的肺功能吹的话 你会发现FVV1 会瞬间就掉下来 刚刚的那个 掉下来不会那么快 可是这个一吹的话 那A wave 比较窄 所以这样的病人 其实临床上面是比较喘的 所以主观的感觉是会比较喘 那刚刚这个Ambissima 这个Penlobular Ambissima的病人 是氧气掉下来比较厉害 那这样的一个病人 实际上是 dysmenia主观的感觉会比较明显 那这个在Information是比较厉害 然后呢 它分布的位置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104年真的就这样考了 不过还好后面的就没有这样考 后面的就是这一点就有考说 哪一种的 Sentrylobular Ambissima 跟长期抽烟有关系 对 然后Penlobular的话呢 跟这个Ambissima 有关 缺乏有关也是对 C的话 Sentrylobular一般在两侧下 不是它是在上面 那Penlobular呢 就是在下面 这个大家都只好 把这个东西稍微记清楚一下 那他这讲的这个Elastase 它也是一种Protes 也是一种蛋白米 那所以这个也是Neutrophil產生的 没错 好 那肺上自主神经的叙述核者正确 好 第一个刺激Vegas nerve 可以导致收缩跟黏液分离 这没错 这大家都想 所以才要用上Anticoninergic 那 所以呢 C的话呢 多为Beta2 不是Beta1 然后肺内并无Beta sympathetic receptor 有 可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生理有讲到 它实际上是没有神经直接接到它的 receptor 可是呢 它是透过血液循环的这个Adrenaline 从我们的肾脏线分泌 从血液循环 然后跑到我们的肺部的这些 receptor 所以它是有 receptor 它只是没有神经直接接到 receptor 那 那 副脚感神经有没有 有 那什么神经 就是迷走神经 好 副脚感神经是有神经直接接到 receptor 可是脚感神经是没有的 它是透过血液循环 然后这些肾脏线是直接接在 肺部的呼吸道上面的 receptor 它有 receptor 可是没有神经直接接上去 好 那再来这一碗气喘跟这个COPD的差异合着错误 好 这里就有人问到了 COPD不会有Hyper Responsiveness 这样的讲法是错的 因为AOA只要发炎 就会有Hyper Responsiveness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在测所谓的COPD的病人 他的肺功能到底是多少 我们就会测什么 Post Bronchodilator 就是吸完扩张剂之后 你的当时的肺功能 才代表说他目前的肺功能的好坏 因为如果用吸扩张剂之前 他搞不好最近不稳定 所以我们要吸的扩张剂 因为他很可能 这个病人最近不稳定 有存在Hyper Responsiveness 那我们要知道他真正的肺功能 我们要吸的扩张剂去测 才能够测到他真正的肺功能 不然他是现在不稳定 你有可能会低伏他的肺功能 好 那下面这一题呢 何者错误也是比较的 好 所以气喘病人有Hyper Responsiveness 但COPD没有 这也就是在告诉我们 其实这两个都用 好 那气喘跟COPD不要合者错误 好 发炎反应完全相同 这个不一样 好 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COPD主要是在small airway 是的 那Az quarterback 的话呢 这个 这个 這個 middle size 跟small airway 的话都有 都有影響 那造成COPD阻塞 那与下列合者 da with 有关 回弹力实际是下降 也 UFC 所以他的compaman上升 然后他的回弹力变差 好 好 那上面这一点 合者错误 COPD的气道病米变化 比较容易出现上基道基底层过 这指的是气喘 但不是 COPD 然后再来 这个hyperkemia 何者的错误 肺部的血管数量增加 这是错 我们讲的是减少 这是因为 二氧化酸上升的时候 血浆血管会 血浆血管是会收缩的 或者是缺氧的时候 肺部的血管也会收缩 所以在 消毒高或者氧气低的时候 我们肺部的血管收缩 也是因为这样造成 palmary hypertension 久了之后造成 所谓背心症 co-palmary nail 这个时候常常在S光片会看到 周边的这些S光片 看起来会黑黑的 血管的这些 浆马亭会变少 然后中间的 Hila的 这个palmary trunk 反而是变粗的 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然后COPD的病史询问 关联性何者最低 ABC都是 抽烟 有没有急性发作 有没有合并 其他的共病 那过去有没有接受过 这是抽水 这个Sora synthesis 这个当然比较没有关系 那何者最有可能罹患 COPD ABCD年纪都 一个是比较轻 那B的话 60岁比较有可能 而且呢 它的病史里面有抽烟 然后呢 一开始当然就是活动力变差 有呼吸困难 所以这个B是最符合的 好 然后再来诊断跟评估呢 何者正确 产生原因跟被炮同期障碍及气体交换不良有关 这没错 这是它生理上面的 在生理上面越来越严重的这样 那这一题 这个是去年考的 实际上这个高低 这个要看清楚 这个PO度较正常为高 不对啦 那可能会比较低 那CO度呢 较正常为低 这也错 可能会比较高 然后这个碳酸氢 会比较正常为高 这个如果比较高代表就是Chronic 慢性的这些 Hyper-Ventination 这个Bicominated会变高 然后这个 下面这个是今年考的 何者错误 其实这题考的还蛮简单的 就是DLCO上升 这大家都知道错了 然后BCG都对 所以今年的其实考的好像比较简单一点 都是比较直接就可以回答了 那再来 子机管扩张关口Directed Test 用来呈现何种变化 这个其实也是考的基本的定义而已 今年的好计划就考的就比较简单 这个定义就是大家都知道增加12% 而且要270C以上 然后COPD的配功能 何者错误 Chronic bronchitis容易呈现扩散能力下降 这个不对 他讲的他指的是MVC 然后再来Per-Sleep核种病人 最常看到的就是COPD 因为它是一个Opt 那这里面的话 这4个当然就是废弃种 然后哪一个 这题都要小心看 因为他问的是 最能代表废弃种的严重程度 因为废弃种 因为他有时候讲COPD 有时候讲废弃种 有时候讲慢性直气管炎 他讲废弃种的话 他还是要问的是肺炮的破坏 所以要选的是DLCO 可是你说废弃种很严重的话 FV1除以FVC 这个值会不会比较低 当然也是会的 只是说最能代表的话 还是以DLCO来看 然后再来 这个COPD在理学检查 跟气候主宰最有相关的发现 实际上就是Proloned Inspiratory Time 吐气这个实际上是最有相关的 所以在临床上面 其实我们也是用这件事情来决定病人的COPD 有没有很严重 特征何者错误 肢气管扩张试验呈阳性 这个你说 我应该这么说 COPD的病人 肢气管扩张试验有可能呈阳性 这样的讲法是对的 可是它的特征 这个不是它的特征 ABC才是它的特征 不过是这样子 如果要叫你选的话 ABCD 如果D不是它的特征 如果ABC要再扣掉一个 哪一个不是它的特征 可能就要扣掉C 因为COPD的病人 在临床期痰不是很多 多痰其实不是它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它主要还是咳嗽跟喘 是它主要的特征 多痰指的是Chronic Bronchitis 可是慢慢的 慢慢的会把Chronic Bronchitis 因为它不是一个病理 上面的或者是疫苗上面的 Binding 它比较像是一个临床的Binding 连续两年每年咳三个月 很多病的人也会咳这样子 所以你要说它是COPD 比较难这样的讲 所以多痰其实一直都不是 COPD的病人主要的特征 那今年其他题目都很难 就考了一题 这个真的比较都很简单 就是这题考的就是比较 从来都没考过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Huber Sign 这个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这个指的是COPD Hyperimpression的时候 正常是左边这个蓝色的图 其实你自己可以摸一下自己的热骨 就是热源 它指的是底下的热源 热源的地方 你在吸气的时候 你摸你的热源 你会发现吸气的时候 实际上你这个中间一点的热源 是被往上提的 然后两边的热源 吸气的时候是被往外面 可是COPD的病人不一样 COPD病人在吸气的时候 你摸这个有几只两侧的热源 它是往中间凹进去的 为什么他们的理论是这样子 他认为 比如说Direframe都已经被压平平的 被压平的时候 你在吸气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往下降 甚至有的是倒过来是凹下去的 所以恒格物膜它也是收缩的 因为他的肺部会比正常的人 在平常的时候就已经比较脏了 所以已经是比较脏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吸气的时候 因为我们吸气我们的 恒格物膜的肌肉 接受到吸气的讯号 他要做的事情一样是肌肉收缩 所以这个时候在缩缩的时候 因为他自己已经平了 他也没有办法在上下的移动 他会怕到 或者甚至不产生上下的位移了 他只能是左右的 而且就是缩短的 所以缩短的时候 这个病人真的就会看到 吸气的时候 在乐园的地方是往内熬的 所以这样子他们就叫做Huber sign 所以这个叫做胡佛式真相 Huber sign 这个东西跟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 叫做什么 Intercostal Retraction 是不太一样的 Intercostal Retraction 比如说病人呼吸很喘的时候 用力吸气的时候 用力吸气的时候 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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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肋骨中间是凹进去的 那个是因为背部没办法好好的 好好的 expansion 那个跟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呢 那这个是一个COPE特殊的一个现象 因为Diagram有平 可是一个人如果比如说溺水 窒息的时候 窒息的时候呢 用力呼吸就是Respital Distrait的时候 用力呼吸 空气又进不来的时候 你要用力呼吸的 呼吸窘迫的时候呢 都会看到Intercostal Retraction 所以在那种状况下 是呼吸窘迫的时候就会看到了 那对于 那可是呢 这个状况下是COPE的病人才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代表平掉的 其他的状况 如果不是COPE的大家可以平掉的话 你再怎么做都看不到这个Hooberstein 所以这大家可以 这个今年考这个算比较难一点 好 然后再来COPE土气汽油受阻的最佳测量指标 这个就是它的定义 就是FV1除FVC的比值 小于0.7 好 那再来60岁男性 因为咳嗽不及困难求诊 肺功能的结果是这样 FVC65 FV150 比值是55 然后呢 给了药之后 好像有好一点 最有可能的疾病 我们可以说 其他这几个 他这里问的是说 因为 第一个是因为年纪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当然 那 其他的这几 你说 其他这四个病 有没有可能临床上出现这样 都有可能 这只是讲的是说 最有可能是COPE的而已 BCD呢 他在呼吸道不稳定的时候 C的药物都有可能呈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并不是说其他就一定不对 不过这种题目是会有争议的 所以还好在103年了 所以现在比较不会故意去 因为我要说B跟C跟D会不会这样 都有可能 当然B的话 C的话肺炎的几率比较低 可是B跟D的话 他的呼吸道都有可能 是看到的都是一个UPSO 也也会都有可能 好 然后这个60岁运动后 呼吸困难现象10年了 那肺功能的检查呢 好 的确是不太好 那 因为最主要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够大 然后这个症状也够久 那肺功能的确很差 最主要是DLCO也比较差 这DLCO比较差 就会把其他的很多病都排除掉了 所以这大概就是第三个 Pulmonary ABC 然后下面这一群 吸气的时候有听到Stridor 吸气可是土气OK 所以这一群我是故意放在一起比较的 所以这个土气的 它这个图这里没有秀出来 不过我们根据它的描述 因为Stridor大部分是肺外的 Extra Psoracic 或者我们叫做Extra Pulmonary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Extra Pulmonary 那到底是因为吸气有声音 土气没有 那表示说这个阻塞的这个位置呢 是什么 是Variable 不是Fix的 因为有时候是Fix type的这个 比如说那如果不管吸气土气都有Stridor 那可能就要选什么 就是A是一个Fix type的Upper Air Weight Absorption 那如果是吸气的时候有 土气的时候没有 其实大部分 在这种状况下呢 它就比较是一个Variable 就得一个是会变动的 所以就是要选吸 就是让大家知道 Stridor大部分都是Extra Pulmonary 或者是Upper Air Weight的这些 或者我们可以讲拉脚 因为有时候刚好在Trader 在很上面的位置 听起来也会像Stridor 那慢性咳嗽问等的重点 哪一项最不相关 是否有使用这些 它实际上问的降血压 要讲的是ACEI 就是ACEI的话 有可能会咳嗽 那目前最主要诊断工具 当然就还是倍功能 因为其他的话都不能Rul In 或100%Rul Out 然后再来75岁的病人 这个吸入扩张器 预测 你看它这里问的就是说 Post-Granco-Dilator的这些倍功能 然后测验分路也18 所以是症状比较厉害 又有三次二方 所以这个就很严重了 所以ABC也是右上方的第一 然后再来 这里有问 走路时跟不上它同年纪的朋友 所以这是什么 这就是2 MMRC选第二 所以这个是 就是右侧的 B跟D 然后呢 未成因急性二化去选 所以它的功能还不会太差 这个F1正常预测值的60% 所以这个是在 这个够的2而已 然后因为也没有急性二化 所以就是选B 然后再来 这个够的指引有关 严重度的合者正确 这个 这个纯粹就是有点考条文而已 因为A的话呢 是分成四个群组 然后呢 C的话呢 日常生活困难程度 这个当然有 就MMRC 然后呢D的话 不建议使用CAT 有啊 它有用CAT 用CAT或用MMRC 那下面这一题 不包含下列何种指标 其他这几个都是 那就 体重增减没有放在里面 好 这一题 考起来就真的比较细了 这个没办法 不过还好 到现在全部只有考过这一题而已 它就是 它真的就是考数字 比如说 做Bronchodilator test 用什么Subbutam 它是用 实际上是用400microgram 所以这个真的 然后Andyconin的这个是160 所以这个 你会发现 它直接就把这一段 拿来出题目 就把guidline 它出的东西都是在这里面的 就这样子出了一题 所以这个也会 这个没办法 你就真的要了解这些东西 OK 然后呢 依据go的guidline 病人的备功能 这个是小于70岁 所以是阻塞型的 那F135 哇 这个就算是比较严重 可是不是非常严重 所以是severe staging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数字 你就要记清楚 就是50为分界点 还有呢 30为分界点 这样子 因为这个很常 会去问这些数字 那这个没办法 因为这个数字 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共识 好 那这个分为事情 stage2 那这个真的也是问数字 就是50到80 其实问哪位最常问50到80 或者就是 就是大部分都是 在问这个范围里 问的最多 好 那再来 每天吸烟一包 吸了30年 所以你开始有觉得 运动呼吸困难 好 这个是这样 其实他还有打网球 还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们如果这个ABCD 要去挑的话 A跟B的话 大概临床上不会有症状 临床上不会有 那D的话呢 太严重了 大概也很难打球了 所以能够选的 才选C而已 因为到了ABCD 到D的话 这个非常非常的severe very severe 他大概走路活动 稍微一下就会传了 大概不是 大概临床上 不会是最近一年开始有运动性呼吸困难 那A跟B的话 大概都不会有什么症状 好 对吸烟器何者呢 叫什么协助区别 当然 这个是区别两个 chronic bronchitis跟FBC 其他三个都不容易区别 主要还是泡DLC 看他肺泡 破坏气体交换者的能力 好 那发展出一个什么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Persleep 然后呢 这两体其实都 我上面没有标出年份的话 就是比较早期的 早期的 因为现在找不出到底是 要去找出哪一个年份太难了 所以我标到现在 大概只有103年以后才会标上去 好 那完全吸气用力吐出的气体 这个就是考他的配功能的定义 就是我们知道FEC 然后再来呢 配气种胸部X光的特点 何者错误 经常呈现对兼职性的情况 这不是 这是Permary Phibrosis 所以ABC 这三个才是对的 那这个又问了 你会发现很喜欢问走的比别人慢 所以这个都是两分 这个纯粹就是考MMRC 会有MMRC是因为一开始有MRC而已 一开始的MRC分数是12345 那MMRC多了一个M是Modify的MRC 所以Modify之后就变成是01234 这个是为了在算一些分数的时候 这样加总起来比较好算 因为它是跟别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后来现在大家都是用MMRC 就是说这样是01234 好 所以穿脱EU这个就很严重了 所以这个是在四分 就是底下最严重的这个 你看它固域分数是叼2345 够严重了就选ABC 选D下去就不对了 因为分数只有到四分 没有到五分 好 然后DLCO的叙述何者错误 ABC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实际上是 这个一氧化碳扩散非常快 扩散很容易 然后进去之后 跟Hemoglobin binding的ability也非常强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只要有扩散过去的都会被带走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所以呢 所以ABC 所以贫血的病人呢 能够被带走的不多 因为Hemoglobin太低 那没有吸把的话也是 因为大部分都没有到我们的气体交换单位 那当然呼吸拆解病人身上 大家就不会去做这种 所以ABC都是对的 低的话错 然后Diffusion最常用的气体 这是氧化碳 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 COPG配功能迅速何者正确 好 C的话 这是指导是降低的 那D1秒的话 比有显著上升不对 这是下降 然后用力吐气E会增高 这也不对 当然它不见得会明显下降 只是说它也不会增高 然后FRCE会因过度充气而增加 因为它的FRCE就是ERV加上RV 它RV增加 所以FRCE会增加 那COPG配功能表现何者错误 所以这个VC是 其实VC是 增加 这是不对的 它是RV增加 可是呢 RV增加的太多了 所以剩下的VC的话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是VV量是下降 其实这题应该蛮简单的 因为COPG基本上VV量增加 这个怎么讲都不对 好 那COPG跟 这个QRNKITES跟MVC的 合者错误 好 这里就考他们两个的 在病理上面的特性 所以呢 这个ELAXED RECOLED正常 没有 这个是下降的 然后COMPLIANCE是增加的 那QRNKITES呢 这两个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好 那这一个 这个WUND比较少见 它 合者错误 它 当然 就算你 ABC都不知道 你也知道 第四个是 是错误的 因为跟发炎是有关系的 那 第二个选项是 SOMATIC DEPRESSION 这是说它的 它主要是什么 它这种体蛋白 这个SOMATIC PROTEIN 的话呢 肌肉主要是这些的 所以病人的这些 CARTESIA 肌肉萎缩 主要是SOMATIC PROTEIN 那对于其他的这些呢 MALNUTRITION的这些 比如说白蛋白 或者淋巴球的数目呢 其实是什么 是正常的 所以COP的病人呢 并不会 ABUMIN 并不会比较低 ABUMIN是哪边知道 是肝脏 所以呢 什么病会比较低 就是肝硬化的人 ABUMIN就会很低 就会特别的低 好 那肌肉比较非功能 合着正确 TLC 要 容易下降 这没错 那通常表现具可逆性的 这个 它可以表现可逆性 可是它并不是通常表现可逆性的 那 那 然后这个呢 用FVC 比F1 V1下降的明年 这不对啦 应该是倒过来 F1下降的比较明年 所以它的比值才会比较低 那TLC呢 是会什么 会上升的 因为RV 增加的关系 好 那SpinalMatch的数值呢 最常用来评估 是什么 只要就是C 因为呢 这个才是讲 我们有没有 AWL没有absorption 然后 合着不是评估的 建议项目 好 这里 这里 这个是Guyline列出来的 我们 我们讲的是评估一个人的 评估 就是评估 他的病情的这些变化 所以直吸管扩张试验之可逆程度不是 COPD虽然会有可逆 可是呢 我们要评估病人的病情 比如这个COPD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 我们甚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要做的是 吸管扩张剂之后的F1V1 所以呢 吸管扩张剂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要排除掉 吸管扩张剂造成的影响 所以可逆程度当然不会是放在它的评估 它的严重度的一个主要的 好 然后拿来比较常用来评估生活品质 就是SEN-George 这个是最 COPD虽然不是那么常用的 因为这个题目有50个题目 还问太久了 所以现在呢 现在会问 那如果不问这个SEN-George 它会问什么 如果COPD的生活品质 如果问你们的话 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 现在 就是CAT 就是CAT CAT是比较有点像简化版的SEN-George 因为它只有八个题目而已 而且现在在分四个group ABCD也是用 但是只有COPD Assessment Test 然后BOT 这个的一个 的评估何者错误 BMI用21对 那这FURN也是 6分钟的距离也是 然后评估呢 它的症状就是用MMRC来评估 不是用TDI 然后呢 COPD的迅速何者错误 对于死亡的预测 其实BOT Intect更好 因为它是一种 Integrate的分数 就是混成分数 因为它考虑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预后跟死亡率 合者为较佳的预测指标 当然还是BOT 因为其他的考虑 都只是单向的而已 好 然后再来治疗的策略 戒烟的方法 跟成效的叙述 合者错误 这里 这就是考数字 这个就比较 因为当然你也可以说 ABC都算对 那第一的话呢 其实成效的话 最下面这里可以达到一年 百分之三十 或者说呢 这些 这些缓释型的这个药物加算 尼古丁片片片 可以达到百分之三 就不错了 所以它写说 一年可达到五十 这个不对 不过这个是比较早期 因为它去考这个数字 就是很比较会有争议 因为这个有时候 一直会有一些新的研究出来 他们采用一些什么方式 这样子 好 那吸烟合并 这个COPD的话 被功能的受益 价格不需要严重 实际上这个就是戒烟 所以你就看 这个戒烟考很多 治疗的话 所要目标 戒烟 如果有戒烟的话 一定是选戒烟 你其他用什么药物的效果呢 都远不如戒烟的效果 好 那病人所要的 这也是戒烟 所以你会发现 都一直在问这些什么东西 好 那这个何者错误 其实需设定停止抽烟 你想像两天内 其实要戒烟就戒了 然后有人说 那我用尼古丁铁片 来减缓生理上面 因为戒烟产生的 就是生理上的不舒服 那所以呢 所以你想像这两天内的情况 不是要戒烟就直接戒了 好 那吸烟病人 戒烟咨询 何者错误 只做短暂戒烟 未教咨询 都还是有效果 有做咨询 其实就会有效果 好 并不是说 一定要做多长 有的话总理没有好 好 然后再来 何者正确 戒烟可减低任何年龄 的整体死亡率 对 BCD为什么说 较早戒烟 并无法减缓 被控党的额法 可以 较早可以 可是太晚的话 就没有了 所以这里要考的就是说 要戒烟就要早一点 才有减缓肺功能的恶化 到了后期的话 其实它已经 它的那个减缓的效果 已经不太能够 其实已经坏到一个程度了 所以呢很多病人 六七十岁才在戒烟 其实对它的帮助已经不大了 然后可以是它恢复到与不抽成效果 这也是不错的 然后累积 那这个考的是peg year的观念 不过之前它现在只有一题是考peg year 大家应该知道 就一天抽几包 然后抽几年 一天抽一包 抽十年 只是把两个相乘 然后就十个peg year 所以呢 15的话 ABCD哪一个不符合B B是0.5乘以20 只有10peg year而已 所以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 好 然后呢 吸入型扩张器 在稳定COPD的治疗角色 或者错误 短效的呢 需要才开立 不可定 可以 尤其是像短效 像短效的一些 Andicone 这个是可以定时规则使用的 所以这底下 这里其实底下有写 实际上 底下 一二三 第四点 植吸管扩张器在有需要才开 亦可定时规则使用 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的 好 那使用Andicone 那几个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它最主要就是口干 这里我们把副作用列出来 因为它比较 比较不会像Beta-Argonic 造成心跳加速 斜甲下降的问题 所以主要是口干 好 那这个治疗就是何者错误 口服的Beta-Argonic 优于吸入型的 这个不对 现在主要还是以吸入型为主 所以这个是使用的原则 都还是以吸入的为主 好 然后COPD合并使用吸入型呢 何则正确 可以降低急性恶化 这没错 这是今年考的 这里只是要告诉我们 就是说 即便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 它实际上 目前药物本身无法改变疾病的病程 它的Nature cause 所以Beta问你的是 能降低什么 急性恶化发生率 这没错 可是减缓呢 F1V1每年下降的速度 没有 实际上没有 那能改善存活率 也不行 所以 所以能改善存活率的话 使用氧气可以 那复健的话呢 后面有题目 过去不行 现在变可以 所以这后面也会有题目 所以能够改善存活率的 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COPD的疗效不包含哪一项 改变COPD的长期肺功能下降的速率 这个也是 它这个缓解症状的减少 急性恶化都可以 增加耐受力 可是呢 这个指的都是要改变它的病程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这样子的研究的结果 好 好 COPD的第一线实际团 它还是以Anticoninergic为主 这个 那当然 现在你如果说 如果是LAVA 就是Long-18-Beta-Agonis 有时候我会 不过呢 如果这两个来比较 我们还是倾向于用Anticoninergic 是这样子第一线 好 那COPD使用的 合者最不适当 因理口服 这当然是不对 应该吸入的为主 那使用吸入型 类固准治疗的 就是合者错误 A的话是因为 Colibrancate是慢性的 所有的病人都应使用 其实不是 因为呢 比较轻症的话 实际上都只是用 方向代理腿就够了 如果他呼吸道有持续的发炎 或经常恶化 所以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建议使用 所以他并不是 不过反过来 如果是Astma的话呢 ICS反而是主要的 使用的药物 好 然后这个呢 分歧跟治疗合者错误 对于F1-30的 稳定期可长期用 第一剂量是口服 这个不建议 因为口服的话 大部分都是放在急性恶化 即便是比较严重的话 也不会是 口服的 这样长期来用 你可以用长期 用西路型的内固醇是可以的 可是口服的话 我就不建议 好 那何者错误 当然 这个 心脏衰竭这不用调 这当然要 因为这个是最有可能 会有副作用的 它会造成心跳破坏 甚至其他的很多 这些问题 Giophilin在当作 Bronchol dilator 它的治疗的window很窄 就是有效到产生副作用 这个范围是很窄的 所以现在 Giophilin这些药物 已经不当作Bronchol dilator 它主要是当作 Anti-inflammation的角色 好 那这个spinhaler 后面的这个slide 这几张slide 我有把它 使用各种不同的 inhaler的使用操作方式 我把它列出来 spinhaler 它基本上就跟 拽抛的很类似 不过它也是一颗药 放进去 压下去戳破之后 再用吸的 所以就跟那个tubuhaler一样 它也是吸 穿着干粉的 干粉的吸入剂 所以这个是一个tubuhaler 这个是像simpico这类的药 然后这个是autohaler 大家就可以把它顺便看一看 好 那MDI的使用何者错误 需要用力快速将物化的药物 没有 它是要稳定的吸进去 不然呢 它用力很多都会在我们的喉咙 都会卡在喉咙的地方 然后使用spacer 何者错误 可以提高吸入药物平均科医 实际上是 它实际上是什么 希望吸进去的是小的颗粒吸到 因为小的颗粒才能够真正到达 我们的small airway 太大的话都会再拉脚位 或者就被鲜毛再给抓住了 所以呢 它指的是可以提高吸入的这些 是提高吸入的比较小的颗粒 不是提高它的平均的大小 那应该使用MDI教导病人吐气到 实际上是到FRC就可以了 实际上不用吐到整个都吐完 到FRC再去吸就可以了 不过使用这个Dry Powder 病人必须要有足够的吸气流速才行 这是今年考的 那其他的这些 这个DPI的启动必须能血量 它不需要 这个就是DPI的一个特色 它只要病人吸 就顺便把它吸出来 然后可是呢 它因为流速要比较大 所以它就不适合缓慢吸呼吸了 它要稍微吸用力 要速度流速要够快 那吸毒型类固准核子正确 减少急性发作的制度 对这是它主要的 它不能改善肺功能 然后它的副作用就是没有漱口 会造成口腔粘住去感染 那轻度病人呢 不需要用 因为我们会放在 比较反复发作的病人才用 所以轻度的只要用 Bronvodilator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何者是最常见的副作用 骨质疏松 不过这个并不是它很主要的副作用 只是说呢 BCD的话呢 都不算对 所以只能算A 其实在后来的慢慢 这几年认为COPE的病人呢 就算不是用内固醇 它也会骨质疏松 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全身性的 慢性的持续发炎的问题 这个就会造成骨质疏松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题目 那使用内固醇治疗 何者搓 吸毒型内固醇对酸 还是会造成影响 所以那当然现在比较 这几年的研究 因为这个都很早期的题目 这几年的研究是说 这些study是吸毒型的内固醇呢 大量的使用 长期使用的话 会增加pneumonia的几率 这是有研究在比较 COPE病人长时间使用ICS 它的得到肺炎的几率会不会比较高 会 它会有比较高 好 那最主要要吸毒的分子 我们最主要是低于5个mg 好 那所以主要是选B 这一个 那再来 吸毒病人组组复吸困难 用药物之后 双手会震战 这个当然就是β-argonus的副作用 所以选D 好 那使用的这个定量吸入器 何者并非常用的 好 ABC都是 都是 所以抗氧素不是 到目前应该还没有抗氧素 用这种MDI在吸 好 好 那使用的作用基准的叙述 何者错误 这是今年 今年问的 好 这个For Motorola 它实际上是LAB 它是Long-Acting的Beta-2-argonus 所以第一个是错误 今年考的题目 就有点 就是有时候又很简单 那有时候又太 像刚刚问的那个 Huber-Sign 好 那 所以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LAB 好 那何者错误 所需吸入器流叫定量吸入器小 没有它就比较多 因为它就是靠着吸气足够的流速 把这药本带进去的 那MDI的话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喷雾的力量 好 那上面这一题 这一题很特别 因为这个很早期考的题目 其实 其实不是很清楚它要考什么 不过我们只能用这样猜 这个实际上是根据答案去猜的 因为特butalin是一个Beta-Archolist 那这个Acetylcysteine 这感觉上很像所谓的化痰料 可是坦白说 这要直接吃下去 你说要把痰化掉大概很难 那吸进去是不是真的可以把痰化掉 这个其实是存抑的 这个是在大陆他们做的有一些研究 它实际上把它当作是一种类似抗氧化的药物 在使用 可是效果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然后这Beta-Archolistine就是类伏醇 所以如果要这样讲 答案A我们只能这样子去设想 吸了扩张剂A会带着贴讯 所以剩下的药物才比较容易进去 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使用Drunko Dilator 因为你总是要不是要先打开 之后用的第二个药物 是这痰会比较容易溶掉 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个是很早期的题目 这样考的经理一定会被人家问他 他不知道一定会有争议 那最后才用消炎药 所以感觉上就先扩张 然后再化痰再消炎 这个是从真的坦白说 我不知道他真正问的是什么 所以 所以 不过还好现在也这个也不是这样子在用药的 凌床上也不是真的这样在用 好 那如何判斩 拽抛的还剩多少 当然是看指示床 那Condor上面就有了 好 那使用MBI外加Spacer如何清洗 这个大家有空可以把底下这个 清洗的这些原则看一下 就是一般清洁系洗可以 可是自然风干 不要用这个风垂 因为有时候会变形 因为那个很薄 那就加热的话 那种塑胶有时候会变形 那不要用刷子刷 因为刷了都会有一些刮痕 刮痕的话就容易会有细菌 细菌会在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后续的感染 或者什么的问题 所以一般清洁系这样洗就可以 好 然后使用MBI外加 这个holding chamber 多久洗一次 这也是刚刚的那个清洗的这个 这个的一个原则 大部分就是一个礼拜洗一次 上面有讲one a week 或者需要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所谓小量盆露剂 实际上指的就是Nebulizer 何者错误 大力吸入是全份 这个不用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病人有时候 没办法用力吸气 或者甚至意识有点昏迷 没有办法配合的人 我们就用MBI外加让他用 所以吸的不错 好 那再来前面都是考一些比较小的 那再来就会考一些比较多整合的 就是综合体的就是 好 幼时睡长期酬炎女性 配功能是这样 好 是阻塞型 没错 不一样就不是太好 55 大概大概是 大概是够的2 然后有一次的急性发作 大概这个是20分 所以呢 这个叫偏b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有一次的急性发作 所以呢 这个时候要用的药是什么 我们就是ABCD 它在group b 那group b 每日使用长效吸入型直气管扩张器 就够了 就是拉把就够了 那当然你要用拉把或拉骂都可以 都是属于长效的 其实就可以 因为这个大概就是归在group b 好 那这个这个都是让大家再复习一下 好 那一样 另外一题了 这个时候呢 配功能会比较差一点 好 因为F1 v1 40 就是比较比较严重了 再够的3 然后呢 有一次急性发作 然后分数是6分 所以这是什么 所以就是严重度没那么厉害 严重度呢 没那么厉害 好 那 所以呢 就我们就会把它归到什么 它可能大概就是C 那C的用药就是什么 ICS加拉把 好 所以呢 ABCD 这四个选项的话呢 我们这个用ICS 合并 拉把这样每日使用 所以要选D 好 然后再来 再来又一题 这个的话呢 两个笔子很低 然后这个次数预测值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 就是够的3的 所以就是选上面的 那分数是15分 所以这比较严重 所以就是 这一次是groupD groupD 所以那你说这个 那当然groupD的用药 实际上跟C跟D 其实是很像的 只是说 要不要再 C跟D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ICS加拉把 C是拉把 或拉玛 那D的话呢 当然是ICS加拉把 AND 拉玛 当然你说或不行的话 就只要AND 所以就变成 这个我们有常常 临床上常常把它叫做 Triple Therapy 就是三种一起用 就是拉把加拉玛 再加ICS 三种都一起用 这个就已经到groupD 这个我只是把MMR 再把它贴上去 好 然后再来呢 这个也是一个COPD 那F175 不是那么糟糕 那去年没有急性发作 所以这个病人是什么 大概就是差不多groupA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用什么药 那就需要的时候才用就好了 所以就用短效的 就是SARB就可以了 一般的短效的之间 或者是短效的 这个 这个Anticoleine的 需要的时候才用 所以这是groupA 好 那依照这个 当病人配功能 是这样子 是下跃治疗合着错误 因使用吸入型 其实还不用 因为吸入型的类固醇 在前面这些比较轻微的 还不太需要用 但是它比较后面的才要用 然后呢 类固醇的原则何则错误 吸入型类固醇的改善 备功能其实不行 我们知道药物都不能改善 那其他ABD指的就是 这些药物的用量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 当然一般在临床上 口服的类固醇 大概都还是pretly so long 那这里是有一些 类固醇的一个 那个 这个药物的这些剂量 跟它的实际上的这个 效果的这个对比 比较表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COPG的去如何者抽 长期氧气治疗不能改善 可以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最早最早就是 大概是只有使用氧气 可以改善而已 好 这个底下这个就是 从我前面讲的 最早那个概念里面 这样解出来的 所以那本里面 提很多这种东西 就是 就是有点像法律条文 不过因为这些东西 你们念起来会比较精简一点 好 那使用氧气何者错误 好 运动时无缺氧气 使用氧气所没有 运动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用 因为运动的时候可以 可以减少运动时候的症状 而且可以减少 因为运动产生了这些 所谓的ostaticus trace 所以运动的时候 是可以用氧气的 这是不一样 我们指的这些氧气治疗 指的这些原则指的 都是在病人在休息的时候 有多少的时候才用 如果没有地域这个程度的话 不太需要 那指的都是休息的时候 不是在讲运动的时候 好 那COP的预防保健何者错误 因避免长期使用氧气 也没有 需要的话还是要用 好 那何者最不适当 底下这一题 经常配戴氧气 减缓呼吸困 要看条件 要看有符合那条件才需要用 好 那这一题 哇 这个考的这个疫苗 不过还好只有考这一题 因为我们讲来讲去 都只有在讲流感 跟肺炎双手菌 那这题就问了其他的这些疫苗 哪一个不在其内 你一定知道A跟D 你知道不应该选 B跟C 你就不知道要不要选了 坦白说 我没有看这个我也不知道 所以 所以只要把这个疫苗的列上去 各位还是可以看一下 你会看最上面那个 破伤风白猴百日可相关疫苗 每十年最佳一剂 右边的这些 年老慢性无际到几便便 所以白猴是可以的 那梅将军就没有 我没有看到梅将军的疫苗 梅将军理论上应该也没有什么疫苗 所以 所以这个 不过你可以这样想 你从小听到的疫苗 也没听过梅将军的疫苗 所以选这个也可以 而且这个还是去年考的 去年 何者错误 这个不可和流感疫苗 同时没有 这个都是同时注射 我们在丁床上病者常常来就是一起打 都一起注射 所以可用这两个也都需要打 那当然 肺炎双胶菌是每五年 流感是每年都要打 没错 何者效益最小 有胃酸逆流 没错 因为胃酸逆流 跟那个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主要还是呼吸道有问题 或年纪大 的问题 这个指的是万一流感的时候 应该说万一得了肺炎双胶菌的肺炎的时候 它的病发就会很严重 所以指的是其他 C的话就不是 好 那COP的代谢 大家可能还是要看一下上面的这些桌子 这个稍微记一下 不过这几年考的比较少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临床 这个已经不是主要的用药了 不然这个表真的不好记 这是 C的话 这个Erytromantic促进代谢 没有 各位可以看右边那个表 它会抑制代谢 所以它会增加血中浓度 这个真的你只能把它记守而已 好 那有不一定的药物作用基本上 或者是错误 好 它会活化什么 它会 好 这个活化这个phosphor diesterase 其实不是它是抑制 它是它的Egb 那其他的这个都会 在我列出来的这个红字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当然它的副作用就是 这个药物很容易造成说 会持到逆流 会增加胃酸的分泌 好 那这个虚数下 这核子正确 跟西数型可以降低发炎的 增加抗发炎 现在这个 这个Belgredin的角色比较像抗发炎 而不是当做Beta Agonist 当做扩张剂的使用 因为它的临床上面 现在是用低剂量来使用 并不是用高剂量来使用 然后它的下面这一体的作用剂转核子正确 所以它现在是当做抗发炎 所以它的效果呢 跟其他的Beta Agonist差很多的 这个是差到几百倍 那实际上它也可以 然后呢 这个C 它也可以改善 这个Alcinofil的Influo 所以这可以的 这也是可以的 它也是透过这样来检查它的整个发炎 然后 一个COPD 使用多种反过来的质量 你觉得呼吸困难 主宿这最可能 你看恶心 想吐不完全 恶心 这个可能会跟COPD这些有关系 那 所以呢 这一体是选A 那其他的这些呢 其他那些 比较不会造成这些问题 这个肠胃道的不舒服 COPD比其他的药都明显的多 那何者说 这个 其实 这个药物本身也是 它是一个比较selective 它跟COPD本来就是 有点同一类的 所以 所以 这当然不是选这个 你可以合并其他的 可以合并其他的 好 那这个药物治疗何者 错误 这个COPD属于PDE4 不是 这是另外一个药材 所以它本身不是 这个都在讲这个药物而已 好 那这个呢 好 好 好 长效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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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提尔抽病这个药 主要是选择性的抑制 哪些 实际上是 它实际上 M1,2,3都会 可是它跟其他的比起来 M2的抑制是比较少的 那M2我们都知道 M2的受到刺激 它反而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negative的 它刺激它会 它反而会抑制它的这个讯号的传递 好 不过呢 提尔抽病主要是抑制是在M1跟M3 主要是M1 那实际上并不是M2 不会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表 那M2也会只是比较低 跟其他比较低 会比较低 好 那在主要是透过核种 所以主要是希望透过抑制M3 因为M3就底下作用到 已经做到 就底下的这些 Smooth Muscle的地方 好 然后主要病变发生的位置 肺固醇主要还是影响到 Nuromuscular junction的地方 所以这造成一些肌肉的病变 好 那COPD的系统何者错误 不论何其皆因使用 不是 因为比较轻微的 比较 这个主要是在放在 减少它的脊性恶化 所以并不是说 什么 不管哪一种stage 都是用肺固醇 那这个外科治疗 跟什么 跟这个肺脏移植 这些的话就是 尤其是long volume reduction surgery 这几个院的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为呢 就还是会考一些题目 不过最近比较少 这个是之前的题目 问的比较多 可取代肺移植 其实不行 这个肺移植跟他们有两个不同的 这个indication 好 那这个底下有讲说 术后可免用氧气 有 最下面有些5.5%才需要用 所以大部分的话 是术后可免用氧气 好 COPD接受这个什么 double reduction surgery的禁忌症 是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想 开刀会有帮助是什么 就是严重的部分 是局限在某个位置 特别异汗 铺得很严重 那个地方特别严重 然后呢 它等于它没有肺动 只是站着体积 所以我把那里切掉的话 让剩下的好一点的肺部 有足够的空间来呼吸 所以呢 B的话就是不对的 因为它是homogeneous 就是说它是很 很均匀分布的肺气种的话 那里开刀的话 帮助有限 如果是集中在某个部位的肺气种 特别厉害 或者肺炮特别的 部位特别的大 集中在一个地方 我把那里开掉就好 因为别的地方是好的 所以重点是分布的均匀的程度 太均匀的话就不适合 好 所以呢 所以底下这也是 从局部或均匀的分布 这是它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那Bullet的大小 那当然BMI的话不是主要的 因为肺功能太差也不能开 那Bullet很小 你也不用去开 如果太大的话 站在空间上我才需要去开 好 然后这个肺脏移植的虚数和的错误 那存活率没有那么高 五年差不多一半左右而已 大概50%而已 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大概没有到70%那么高 然后这个Lunborn Reduction Surgeon 可以注意何者的错误 好 这里有提到 对于下肺炎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各位还是要把 对于上肺炎 什么 数前运动功能低下的病人 外科手术的明显高于内科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考 它还是会考这些 官员这些开导的描述 不过这个都比较早期的 这几年比较少 直接去问这些东西 那QB的治疗何者错误 没有有效的外科 没有 其实还是有 就是Lunborn Reduction Surgery 那做这个手术的叙述何者错误 第一 对汽油阻塞无影响 有啦 因为你开完之后 剩下的Lunborn Expanding 会比较好 因为就是有问题的地方站住了 所以会让Airway的受到挤压 那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 我们的这些 汽油的Approaching的程度 好 COPD呢 虚长期使用氧气的虚度和错误 病人的动脉血浓度60 血比溶为50 这个 这个就不是啦 这个底下有提到 它要低于55以下 或者血比溶呢 可能是55 好 然后再来 这一样 一样再问同样的这个 何者错误 鉴于50跟60的时候 必须使用 这个时候如果 55到60必须使用 你就要有第二个条件 有一些心脏方面的 或者其他的这些 一些非动脉高压 这些已经跑出来了 或者是Polysatemia 就是血比溶已经过高了 才可以 那时候才需要使用 好 虚长期连续使用氧气的事 这次印证是什么 就是 休息的时候低于55 PAL度55以下 这个都是在考氧气使用的原则 好 那 休息测得这样说 有关长期氧气吸入核者错误 每天仅在睡觉的时候使用 它实际上 指的长期就是每天吸入15个小时以上 所以吸是不对的 好 那下面这一匹核者错误 最便宜的装置是一台没有 液态氧其实最贵 所以 所以呢 液态氧方便 可是呢实际上 那相对价钱是贵的多 好 然后使用氧气的核者错误 可以啊 病人可以搭配基因 可以 那ABC这三个都是对的 好 好 那COPT肺腹腹腹腹的例行胃胶内容 何时的错误 定期使用这当然是不对 那其实ABC这个是对的 然后呢 再来 接受有效的咳嗓方法的胃胶 哪一个技巧最为适当 这个 这指的是说 用力呼吸FORCE的 这个Ispiratory Technique 或者Hot Feet 这样子的 这个是 弹到上面的时候 是这样把它哈出来 那咳嗽的时候呢 或咳痰的时候 腹部的挤压呢 这个大概 大概不是 这个并不是 这个 因为你这样在挤压的话呢 其实并不会让弹更多出来 那主要是在弹 在比较低 所谓Away 要透过 你可以说好 自然引流后 采标准咳嗽法 实际上自然引流后之后 再还要 到上面的时候 要加上Hot Feet 或者FORCE Ispiratory Technique 这样才会出来 所以并不是说 自然引流 它就会这样出来 其实它常常比较像是这样 需要自然引流之后 然后再加上这个FET 然后到比较上面的时候 才用Hot Feet 让它弹出来 然后呢 这一题 就是我故意放在一起 你看 到底可不可以改善存活率 接受胸腔附件 上面那一题是很早期的 所以那时候就说 可增长存活率是错的 可是底下呢 后面是比较新的题目 就是什么 何者错误 底下是说无法改善 它又说是说那到底是要选哪一个 不过现在的该带底下 有提到 在倒数第四个 它当然是B级的 不是A级 这个级率 不过呢 它是可以改善存活率的 所以现在的 因为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早期 熊腔附件的研究做的比较少 那这几年累积的经验越来越多 大家就会慢慢把它当作是 对于存活率 还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之后应该要用这个角度来看 那肺部件的好处何者错误 它没办法改善肺功能 它改善的都是其他的 运动的能力 喘的程度 那存活率这些 还有急性恶化的这些 那再来 何者错误 好 改善肺活量这不是 就主要指的是肺活量以外的 好 所以你看好几题 它一直要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说并不是做肺部件 可以让肺功能改善 然后下面这一题何者错误 是减少二氧化碳 其实主要也不是 这个都 除非它讲的是运动训练的 如果是什么 如果它是有一些 呼吸肌肉上面的问题 这个在问的是什么 你说吸这一题 它问这样怪怪的 它其实应该说它要问的是 我们会把肺部的肺部件 分成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肢体的运动 就是上下肢的运动的训练 这是改善它整体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呼吸肌肉的锻炼 呼吸肌肉的锻炼 什么时候需要做呼吸肌肉的锻炼 如果它二氧化碳的量 二氧化碳的量 比较高的时候 血中二氧化碳高的时候 就要这样做 不过因为它这里问的也是 减少二氧化碳排除量 它如果说有帮助的 应该是增加排除量 减少在血中的含量 不过如果要讲的 不过最主要讲到二氧化碳 主要指的是 这个呼吸肌肉的训练 如果在什么时候需要做 当你的血中二氧化碳 PA CO2比较高的时候 是可以做呼吸肌肉的锻炼 那无法参加门诊的 合者叫适合 在家中至少 在家中的walking exercise 其实是可以做的 这有用的 那COPD上肢训练合者错误 呼吸肌叫差者 不适合做 这个其实就是 呼吸肌肉叫 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透过一些 其他的这些方式 用比较低的强度的方式 还是可以做 所以并不是说 呼吸肌肉叫差者不适合做 那这个self management 主要目标 主要还是改善生活品质 那这个是这样 如果再问 这些东西再问 你说 ABC都改善生活品质 会不会跟着好 当然会 其实这样问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问法 其实就是容易会有争议 你说减少住院率 生活品质会不会改善 也会 一直在住院 生活品质怎么会好 所以 可是他这样问的意思 他主要是 所以这样的问法 在这几年大概就比较不会这样问 因为这个题目 其实是有一点容易会有争议 那底下这题 因故不能运动只能指定 胃教育成效如何 可以增进健康状况 这个是前年考的 不过我们觉得 这个都要从该案里面提到的 我觉得他这是考条文 这样的考法其实不是很好的 不过你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因故不能运动 不能做这些的话 所以呢 比如说增进运动能力 增进肺功能 肺功能是不可能增进的 那A跟D呢 比较是增进 因为运动的能力这些 那他又不能运动 只能执行胃教 所以我们可以用排除的方式 可以说 那大概就只能选B而已 那COPD呢 使用Controlled Breathing的技巧 的虚拓盒子错误 好 这个Press Sleep 对动脉分压无影响 也可以 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把 滞留的肺部的空气 吐出来 所以可以改善他的整个 Oxygenation 跟改善他的Oxygenation 跟改善他的Oxygenation 那COPD病人接受 呼吸技巧分压的必要项目 哪一个不是 呼吸默可配合上腹部脊压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把它当作主要的 你们如果看 之前好像会有人躺着 有些胃教的图片 然后快要涂 好像没有做办法涂干净 还用力去挤 这个实际上考的 是真的是一个 比较新的研究的结果 大家发现做这件事情 它的结论是什么 很多研究的结果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当作 这是呼吸技巧微教的项目了 已经排除了 你如果在很早期的 textbook可能会看到这样 一个人躺着 然后吐气 甚至有的是压沙袋 压沙袋 然后再吐 快要吐完的时候 好像尽量帮它再吐出来 这个因为研究的结果证明了 这个对病人 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 我们这些新版的 国内我们自己出的这个微教 实际上也把这个拿掉了 因为这个部分是我负责编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有特别去查过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 它的一个微教的一个项目 在早期的textbook可能会看到 那COPD的病人 要做C7级的训练增加 运动耐力的正确 刚开始用最大的3%是对的 这个table可能要看一下 这个flutter作为C7级训练器 其实不是 它最主要是 它也可以帮助轻弹 它这个flutter造成这些震动 所以轻弹的效果会比较好 升得快的方式 呼吸每分钟15到20次 其实不是 不是用升得快的方式来做 然后训练时间由30分钟开始 其实没有 一开始没有用到那么多了 所以底下要把这个table看一下 那再来讲到这个急性恶化 急性恶化何者错误 通常这是今年考的 使用类固醇常使病典加重不应用 其实急性恶化的时候 才是常常需要用到类固醇 而且常常需要用到 口服的类固醇 或者注射的类固醇 这是所谓的systemic steroid 然后到急性恶化的定义 何者正确 实际上它这个 如果是在分这个 我们会用什么 就是说每年有没有超过两次 或每年有没有到两次或两次以上 这个就是我们在分 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急性恶化 或者过去有没有算是急性恶化 如果我们用这个table再分的话 主要就是用两次以上 因为这个会决定病人本身的 这个严重度的一个差别 那急性恶化使用面罩非清急性的 这些何者错误 这个成功率呢 其实成功率还蛮高的 八成以上 所以其实这个是COPD的病人 急性恶化很常用的 因为你插管上去 实际上造成了各种的风险相对很高的 所以其实可以用non-invasive 可以改善的话 我们用non-invasive 那上面这个题目呢 是什么 Vital sign已经很严重了 Hemodynamic unstable 不稳定了 所以这个时候 意识又昏迷 这个时候一定是用 mechanical ventilation 所以是全息 然后再来呢 底下这个何者错误 呼吸道分泌物多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相对是一个禁忌症 也会影响它病人的可谈的这些 那哪一个不是它的适应症 无法有效清除呼吸道分泌物 这个是 这个一直都会去 用 是去问的 不管你是用CPOP或BIPOP的话 呼吸道分泌物太多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 要很注意的 很容易就会病人 会影响它那些可谈 或者造成这些呼吸的问题 好 那75岁因为COPD急性恶化 到急性恶者处置较不适当 化缓器这个时候当然是没有什么帮助 这个时候当然改变氧气 包括Dilater 甚至要 它可能是Pneumonia住院 所以是有Control素的使用 然后不建议进行哪一种检查 好 非功能这时候不用做了 因为它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做 你的目的也 也没办法改善病人的 任何一个领床的情况 好 好 再来呢 这个是意识清楚 呼吸快速 然后X光没有肺炎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二氧化碳其实 过高 这里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因为 它是 呼吸上面已经有问题 可是呢 意识算清楚 然后也没有什么厉害的肺炎 所以这个时候呢 看起来就是ventilation出了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怎么处理 我们可以先用什么 non-invasive 当然药物一定要用 可是non-invasive non-invasive 你试试看看 所以底下有这些试音症 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 所以呢 有ventilation的问题 造成Respired Acidosis的时候 可以先用 那如果用的改善最好 那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才会进阶到底下 那么跟coventilation 好 那虚物病例呢 呼吸拆解使用呼吸器 哪一种方法减少intrinsic peak 好 这个要考的就是 比如说它这个讲的是 增加吸气气流指的是什么 就是缩短吸气时间 因为我们打的波罗一样 所以增加吸气气流 你在整个呼吸的cycle里面 就是等于可以缩短吸气时间 就是可以增加吐气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把pip减少 那所以b的话是对的 那所以增加吸气时间当然就不对 因为你这样吐气时间就会变短 那pip就会更容易 会变得更严重 就是intrinsic peak 所以我们真的要增加 是吐气的时间 那再来上面这里 何者错误 急性二化的话 这个痰疫的细菌培养结果 可以确定是感染的 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我们临床上要诊断一个人 肺炎的病原症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从痰疫 因为它很可能只是 细菌只是寄生在呼吸道而已 它不是造成感染的主要原因 真正能够诊断的话是这样 比如说肺部有一个consolidation S-ray造起来 或者C-E造起来 有一个实质化 你用针从外面戳进去抽出来的 那个细菌 那就比较像是真正造成感染的 或者有什么 有pulide fusion M-Pi-E-M已经化脓了 你从里面抽出来了 验到细菌很多 这个我们可以说是造成感染的病原菌 在呼吸道抽出来的不一定 所以这个是错的 C-E-M的急性恶化 只是何者的错误 静度查检 像我俩这不好 这个实际上 现在已经没再用了 所以现在已经 这个在我以前 住院医师的时候 那个年代很常用 我现在肌肉临床上 不会这样使用 C-E-M的急性恶化作 生率浓稠 这个就让你担心有感染了 所以当然 这个吸热是错的 需要使用抗菌力治疗 那急性恶化住院 氧气疗法 将病人的低下 要改善至多少 这个实际上 这也是概在上面写的 我们就希望 可以改善到 88到92 所以要维持在88到92这一段 好 那再来 最后讲到这个 公病症 因为我们其实进度还不错 以前都会讲到5点 好 所以C-E-M引起 C-O-P-E-M的虚数核者错误 好 肺血管收作与肺泡 二氧化碳的堆积有关 好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是跟氧气的掉下来有关系 其实它其实 主要要问的不是跟二氧化碳堆积 虽然你说 那个什么 二氧化碳 因为呢 我们的血氧过低 应该说肺泡里面的氧气太低的时候 因为北极类型出问题的时候 氧气低的时候 血管才会收缩 所以它主要指的是这个 你要看的是氧气过低 好 然后呢 血氧气产生palmineal 并右心衰竭较少出现什么变化 VCD都是 因为这个都是 这个回流不好的关系 那当然 低血氧的话 低血氧应该说是 什么 低血氧应该主要是原因 当然肺水肿不是 肺水肿指的是左心衰竭 因为打不出去 所以才产生肺水肿 好 那血氧气常见的供病症哪一个不是 鼻豆也比较不是 那其他的ACD都是 后面好像有一个table 到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哪一个是常见的供病症 123都是 那肝音化目前还没有研究 发现说它是供病症 所以ABC 这是1234 那个Nibusog不是 好 好 那何者错误 慢性常见的死因 为贯动动作心脏病 对 因为这个是 它实际上心血管的问题 死亡是非常常见的 好 那有动漫胰化者也对 金漫胰化者也对 因为Venusoletern不好的这些 然后呢 容易有血小板 的数目是上升的 所以病人容易有一些 酸塞的问题 好 再来 这个出现这个除状值 要考虑合并什么症 COPD的病人呢 不常出现除状值 因为COPD病人一旦产生氧气 已经有到 就是已经有到呼吸的功能 不足已经产生 所谓的慢性呼吸衰竭的时候 到死亡的这个时间 其实是蛮短的 所以不太容易产生 单纯的COPD 不常出现除状值 如果你们去医院看 其实很少 就要什么病 才会出现除状值 就是病人生了这个病 有缺氧的情况 可是呢 这个病很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有了 那时间可以拖很久 有时候你像直气管扩张就会 为什么呢 直气管扩张 他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 可能因为一些 可能结合病 因为一些 严重的磁梦尼啊 这些状况之后 气管受到破坏 所以他的弹力 经常会塞在他的 small airway 这会造成desituation 可是病人因为比较年轻 所以可以活比较久 所以比较长时间的下 才容易会有 再产生除状值的问题 或者有一些是一些 一些什么 自体免疫疾病 各种的一些像硬疲症啊 或者这些 他本身就会有影响到 他的血液循环的问题 所以呢 也会有一些 虫状值会重现 可是COPD反而不常见 单纯的COPD不常见 好 那长期处于 地上可以引起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红血球增多 Polytidemia 那COPD的何者错误 好 呼吸中止的发生率较高 没有 他们两个目前 目前的研究认为 两个是发生率是独立的 COPD大概也是百分之五到十 那Slyamnia的话 过去认为大概百分之五左右 那这几年认为比例比较高 大概会到十几到二十 这个我们在下次的Slyamnia 就是睡眠的问题的题目的时候 会再跟各位介绍 好 那 再来 这个Overlapsing种子 就是COPD加Slyamnia 不过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COPD加阿斯玛 不过现在这几年又把什么 他要把COPD跟阿斯玛 他 我们把它叫做Arcos 这是 阿斯玛跟COPD的Overlap 可是把S拿掉了 就Arcos而已 但他不是 因为讲心中 很容易让人家以为 他是一个好像 综合起来的一个新的病 他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COPD的病人 他在生理上面有类似 有跟气喘合并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生理上的表现 他不把它叫做单独的一个病 所以就是不再不叫做 这叫做Arcos A-C-O 不是Arcos 好 那COPD跟肺血管抽出 造成的标准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低血氧 是氧气太低 那大部分的COPs 是有什么种疾病 就是COPD 这是在你床上面 大家都 如果统计上就是COPD的最多 好 那 这个COPD的力学检查 可以听到第二型变大 这今天考的 所以这个底下 我把这个 反正 这个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 第二型变是有哪边的 大家都知道第一型变是最大声的 这个是防四半的关闭的声音 还有很多这些回合的声音 就是第一型变 第二型变的话 就是主动脉半 主动脉的跟肺动脉 所以肺动脉的压力变大 COPD的肺动脉压力变大 所以第二型变大 跟这个比较有关系 所以就是跟肺动脉高压是有关系的 所以主要是在问这件事情 最后一章 所以这个complication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常见的这些合并症 哪一个不是常见的病发症 肺酸塞不是 就是你可以参考这个table 气胸肺行症肺炎都会 可是COPD会不会 会不会也会出现肺酸 也会 因为它venus return不好的话 就容易有divine trombosis 就容易会怎么 就容易有palmary embodium 所以它还是有 只是比起ABC呢 几率没那么高而已 其实这个题目出出来 也是会有争议 也是会有争议 不还好这是之前的 那常见的病发症是什么 实际上是气胸 因为其他的这几个病 是独一的 他们是原发的 所以气胸才是 比较像是病发症 然后导致什么 Secondary Spontaneous pneumosaurus 最常见的 在临床上面 其实是COPD 其他的这些会不会 其他的这几个病 也可能产生气胸 可是COPD 是统计上最常见的 我今天居然提早 好 那各位同学 对这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题目真的很多 其实真的很多 那没关系大家回去 那我回去 我会再把这个 就贴到YouTube上面 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那如果你真的来不及 你就先看那个数字 比较行的 比较大概103年之后 我都有标在上面 OK 好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 好 谢谢各位 对 谢谢大家